当时就把伞羊给扔了 就这事就分手啊 你们谈了几年啊 到现在一年多了 还不光是因为这事 这只是一个开始 当时摔完伞之后吧 然后就连着回去了 我也就没说什么 回去之后 我本来我就容易感冒体弱嘛 我回去之后 我就感觉我特别难受 他一句话都不问我 他就不说给我倒杯热水 就一点都不关心我 然后第二天他就起来 就去上班了 就把我自己一个人 留在家里 那会我已经发烧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顾自己发脾气 一点不顾我都感受 刚才你说他还要跟你动手 是为什么呀 他就是一生气嘛 然后当时他拿着伞 然后他就追不上我 然后就把伞给摔了 就不给我打了 直接让我连着走了 这也不是跟你动手 他摔的是伞呀 你刚才不说 他现在发展到 跟你动手吗 为什么呀 为什么事啊 因为就是我回家之后嘛 然后当时我爸妈也是 知道了我俩分手了 然后就是因为 在雨中被淋了 他摔了伞 你们就分手了 是吧 不是 是因为后来 后来我妈给我 介绍了一个男孩 然后他当时 我是故意告诉他的 我想让他过来 有这个机会 能过来跟我道个歉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他当时来了 把那个男孩给打了 你 我没听明白这一段啊 你妈给你介绍一男孩 然后你怎么做了 我当时没想去跟那个男孩 就是认识呀 了解 我就是想 没准以这件事 就当做一个机会 就故意跟他说 说我要去相亲 然后我就把时间地点 都告诉他了 我就以为 没准他不生气了 能过来唬唬我 而且当着我父母的面 然后父母对他印象 也能挺好的 你父母还去了 对 然后他当时一来了之后 那你父母知道 你有男朋友吗 知道 那还给你介绍 男朋友相亲 不是 那会我已经说 我跟他分手了 然后我父母说 给我介绍的 然后呢 然后他当时就来了呀 来了之后 就把那男的打了呀 当着你父母的面 对 那哥们够委屈的了 人家招你们 惹你们了呀 然后就当时整的 我跟我父母 做的就特别难堪 他当时我感觉 他这种行为 真是 我真是实在无法理解 你干的 对 这个我刚才是 为什么呀 就是 我开始以为他就是回家了嘛 回家之后 他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架 让我去接他回家 就这样 然后我就去了 我去了之后 我一到那一看 真是双方家长就 就坐在那里 当时我就非常生气 我说这么快就有新男朋友了 当时我也是挺生气的 也没管那么多 然后上去就 那你应该抽你自己呀 就是你交往了一年的女朋友 翻脸就跟别人好了 要不然就是你眼瞎了 要不然你就太笨了呀 你应该抽你自己呀 投别人干嘛呀 他是没打他 他当时还打了我一下 他还打了你 其实我当时我就生气 就推了他一下 因为他当时上来就是拦着我 你父母当时也在场 对 你那是推我吗 你使了多大劲啊 那是 当时就撞到桌子脚上了 然后呢 然后来我现在也是觉得 那个这事做的 确实不怎么过脑的 然后也挺后悔的 你说我问问啊 就因为下雨天打伞 这么一点小事 你们就分开吗 不会吧 平时还有 因为有的时候 我本身就是比较爱玩的那种女孩 然后我在天津的时候 上学朋友也挺多的 然后有一回我朋友过生日 然后我们就出去唱歌 然后他就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 问我说跟谁在一起呢 在哪呢 就什么都要跟他汇报 就到九点多的时候 就给我打电话 赶紧催我回学校 九点多那会儿我们正玩得开心呢 是我朋友的生日 他们都没有说散局 我当时说散多不合适 然后我就不回去 他当时就因为这一天小事 就跟我吵 然后就不让我再跟朋友出去玩 他就限制我的自由 那你不想让他工作 是希望他在家里 主家呢 主内呢 还是说你怕他因为工作 接触到你认为不安全的人 或事呢 兄弟 这个两方面都有 第一点我就是不太希望 他在外面工作 然后第二点呢 他确实是比较爱玩 因为有一次 他跟他闺蜜出去玩 其实我挺放心的 但是挺晚的时候 他闺蜜给我打个电话 让我去接他 然后当时我去之后 他喝得特别特别多 然后又哭又闹了 所以说从此以后 我就是尽量避免地 跟一些朋友出去玩了 我当时喝那么多酒 不也是跟我闺蜜在一起吗 我又没跟外人 那你知不知道 现在很多情况 都是熟人作案呢 那我闺蜜还能怎么玩呀 你不觉得一个女生 晚上喝那么多酒 非常不好吗 是 那你因为这个 你限制我 跟这边的朋友交往 那我家里的朋友 他也管 因为我们每个假期 都会去自驾游啊组织 然后本来是上个寒假 就商量好了 那个暑假去玩 他当时就不让我去 说男男女女的 在一起不好 然后我就特别想去 我又跟他商量 就哄得起 他还是不让我去 这有什么呀 你跟他一起去呗 因为当时 我也是在上班 在工作 所以说我就抽不开身 所以你想想看 你让他工作多好 他工作 他也抽不开身呢 你为什么不让他工作呢 他也带他 他也不让他工作呢 我也是在工作